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聊 康熙皇帝亲征准嘎尔的故事 咱们这篇长书的戏符 马上就要来了 康熙皇帝和嘎尔丹的最后一次大战 实际这会儿已经拉开了帷幕 前边有着嘎尔丹率领了自己的部众 头像昭穆多 后边亲命安北大将军马斯卡 率领着两千精锐的八旗兵 在后边是紧追不放 无论是嘎尔丹还是马斯卡 这两方面都不知道 在他们的正前方 也就是西边大清朝的西渡军 由费阳谷带领 也逐渐的接近了昭穆多 那您看这是书 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热闹了 在这个热闹回幕开始之前呢 咱们得先交代一个人 谁呢 就是这西渡军统帅费阳谷 这费阳谷啊 如果算起来 那得算是有清一代 从头数啊 数得着的赫赫战功的大将军 这费阳谷啊 姓董恶 是满洲整白齐人 他爹呀 叫恶硕 董恶的恶硕 怎么着 您这俩人听着兜耳声 都不太熟悉是吗 那我要是再提他们家的一个人 您可能就熟悉了 谁呀 这费阳谷的亲姐姐 恶硕的亲闺女 就是顺志朝 赫赫有名的董恶飞 在咱们书馆里啊 不能称呼人家为董恶飞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书馆必定是一个讲历史故事的书馆 历史在前面啊 故事在后头 这有清一代啊 这董恶氏娘娘 从来没有过董恶飞这个封号 她死后啊 被追封为皇后 所以啊 咱们在这儿 得称呼人家为孝宪皇后 顺志朝啊 大清出入关 后宫的卫号 尊号啊 这些个制度还不完善 再加上也确有可能 当时顺志皇帝死后 后宫实际掌权的是孝庄文皇后 也就是顺志皇帝的妈妈 她确实不太喜欢这位董恶飞娘娘 再加上呢 很有可能是满洲旧席 所以孝宪皇后死后啊 就只能叫孝宪皇后 不能追侍先帝 那什么叫追侍啊 您看呢 这个孙志皇帝 其他两位皇后 一位呢 那位博尔基奇特氏 叫做孝慧张皇后 康熙皇帝的生母同家氏 叫做孝康张皇后 孙志皇帝的嗜号 头一个字是张 所以两位皇后驾崩以后 这个张字啊 就要夹在皇后的头露 嗜号的后头 这才有了孝康张 孝慧张 这样的嗜号 按说呢 这董恶氏娘娘啊 也得被加上嗜号 叫做孝宪张皇后 哎 可是就没有 这几百年来啊 无论是庙堂之上啊 这文人默克 还是大道边小道严 街头巷尾 传出这孝宪皇后的 是是非非啊 都应该和这个嗜号有关 哎 这是头子 源头啊 从这开始的 从这才编出了什么汉女董小婉啊 宫内婆媳不和呀 皇上专宠董恶飞等等等等 那有人就说了 那你既然自称是讲历史故事的人 你对这件事情上有看法吗 有 我个人认为就是不和组织 所以才没给孝宪皇后加世 还别说她了 首先说呀 她不是幼主的亲娘 其次呢 也并没给顺治皇帝留下一个成年的儿子 孝康张皇后 康熙皇帝的亲妈同家事 朝臣呢 议论了很久 才给家上的这个追逝 在孝康后头 皇后前头 加了这个张字 哎 以这个敖拜为首的众臣 很多就不同一家 原因就是啊 不和组织 咱满人呢 就没这个规矩 既然在顺治皇帝驾崩以后 第一时间都对这位皇后没有家事 那后来的皇帝呢 哎 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这一手了 所以这董厄氏娘娘就是孝宪皇后 这么一个尊号 没有再被追逝 如果按照传说来推测的话 大清的皇室如此痛恨董厄妃 那必然就牵连到她的家人 那又何来的康熙皇帝 册封费阳谷 董厄氏娘娘的亲兄弟 为亲命抚衍大将军呢 咱莫分这么多呀 那无非我想跟您交代清楚了 这费阳谷啊 那是家事显赫的主 再有呢 那必定啊 在之后的故事当中 这费阳谷啊 那是主角了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这西路军呢 两位统帅 一政一副 政统帅啊 就是服远大将军费阳谷 那副统帅呢 就是镇武将军孙斯克 康熙皇帝为何如此安排呢 因为这西路军呢 不是从一个地发兵 费阳谷统兵从哪来呀 从规划城 那有人说这规划城 没听说过呀 现在这规划城啊 他叫呼和浩特 是现在呀 咱们内蒙古 蒙古族自治区的首府 这路军呢 由这个费阳谷率领 这孙斯克率领的另外一路军呢 从宁下来 孙斯克这路军呢 还没出发呢 就遇上问题了 从征服到征梁啊 都不顺利 本来是打算的 两路军同时出发 这费阳谷啊 带兵三万有余 孙斯克领兵一万七 在半路上啊 二军会合 可是会合呀 会合个大和尚 到会合的时候 一掐算日子呀 孙斯克这支部队 一下子就晚到了十天 不但晚到十天 来的呀 也不是一万七千人 是两千人 这孙斯克呀 拍一部战机 所以先带着两千精兵 去追赶了飞扬谷 剩下的人呢 慢慢的往上跟绑 这些人呢 也相当的不容易 农历三月份正值 按说这会儿 隔壁呀 应该是没有大风雪了 可是啊 老天爷爷 就是这么的不开眼 这大军行至 这隔壁沙漠呀 风雪暴起 这大军呢 行军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所以说呢 这西路军本来原定计划 是能与康熙皇帝的中路军 对这准盖尔部队形成合围的 哎 可是这下子落后头了 咱们上级说的就是啊 这中路军先到了 康熙皇帝在克鲁伦河畔呢 摆下了阵型呢 就要和这盖尔丹拼了 可是盖尔丹呢 他是老狐狸 他才不吃这亏呢 他一看呢 大军到了 他颠了 从这克鲁伦河方向啊 就望着昭穆多方向跑 据抓到的俘虏说 这盖尔丹呢 带领三千名亲随部下 往这个克鲁伦河以南的山区逃算去了 那么说这盖尔丹就三千人吗 不是 他把这个大部队得留下来呀 照顾这些部众 俯老邪幼的带着牲畜啊 在后边跟着他 他带着这三千人呢 就是想打游击 他可不想就用这几千人 或者说这全军一万多人 就和大清军队正面交锋 他仗着自己啊 对着草原上地势熟悉 马匹又优良 给你玩一个游击战 这样啊 就能把你的清朝大军拖垮 时间一长啊 这远征军最怕的事啊 就会来了 什么事 粮草不及问题啊 可是有一件事 他是真没想到 这康熙皇帝竟然调动三路大军来合围他 他现在还认为 只是一路康熙皇帝亲率的大军前来突袭他呢 至于这东路军和西路军呢 他压根就不知情 他既不知道啊 从圣经方面赶来的那只东路军呢 这康熙皇帝已经让他们回去了 他更不知道 从他对面 也就是西边啊 一只大军正向他缓缓的袭来 到了5月12日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只能率领大军呢 向南回师 因为这会儿这军中所携带的八十日的口粮早就吃完了 可是这会儿呢 负责押运粮食的总督于成龙又迟迟未到 到了5月14日 主力已经完全行进到回师的路上了 这康熙皇帝心情是无比沮丧 朕亲率大军不远千里利尽千辛 还别说呀 把这嘎尔丹的主力进行消灭 连打都没打 这就回师了 这茫茫的草原茫茫的戈壁 也给这大军提供不了吉养粮草 气得康熙皇帝大骂 这喀喀草原呢 除了草之外 在万事物中无一好处 那咱们先放下康熙皇帝不说 咱们再说西陆军 到了4月20日的时候 实际上这费阳谷和孙斯克两军才会合到了一处 西陆军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 刚才不是说了吗 在隔壁上啊 遇到了大暴风雪 出了隔壁来到草场一看呢 哎呀 这草场是一片去黑呀 黑灰呀 扬了天了 怎么回事啊 这盖尔丹呢 为了防止这些牧草啊 落到大清部队的手里 他一横心呢 把杭爱山附近的牧草一把火给点了 虽然这马匹啊 没有良好的牧草供给 但是从这一点呢 也可以分析得出 哎 这大军呢 和嘎尔丹应该是离得越来越近了 到了5月13日 前方的侦察小分队 向两位大帅奏报啊 在前方发现了厄鲁特兵 他们发现的也是几个厄鲁特 嘎尔丹方面的侦察兵 不过在这几个侦察兵的身后树里以外 烟尘滚滚 应该是有大部队在行军 费阳国接到这道奏报之后 立刻决定整军 他要整备一支先锋军 迎着敌人就要先杀上去 挑了半天呢 也没挑出都是人来 那为什么呢 这西路军呢 也是疲累不堪 连恶带动 再加上远距离行军的劳累 战斗力啊 已经急剧下降 这会儿的西路军呢 虽然算不上是断粮 但是缺粮是肯定的 那这冲锋啊 也得打呀 现在呀 这西路军实际上的人数啊 也只有一万两千多人 有人说不对呀 数不对呀 最初费阳谷带领了三万人 孙斯克带领一万七千人会合呀 咱不是说了 那孙斯克呀 这人不齐 带着两千人呢 就先和费阳谷会合了 那这费阳谷也有三万呢 哎 这事是这样 到了中途啊 道路艰辛 简缘非常严重 这两位大帅一商量啊 与其让士兵都死在路上 还不如啊 让他们呀 先回去吧 再加上啊 这路上的非战斗检员 所以这会儿西路军就只剩下了一万二千人 散机猫凑胆子 算是凑上了三千人的先锋部队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清军大战准干尔 才打了一场漂亮的山地 攻坚战